介紹的是我覺得 不要每次都介紹房子 小葉懶人 細葉懶人 超級漂亮的 你看 漸層你看 而且它是這種顏色的 不一樣的 很少看到這種顏色的 那我們不是要賣這個 我們要賣樓店 商業用途用的 商業用途的樓店 可以當店面 但是沒吃雞 我們在哪裡 我們現在在傘溪七街 對 那看我們影片前 記得先幫我們訂閱一下 我們是中部物件術最多的頻道 對 沒錯 然後我們等一下開啟小鈴鐺 叮咚叮咚叮咚 每天都會上去 你看一下 我們這個總共幾層樓高 六層樓 那我們是有 我們在一樓 一樓 但是有什麼地下室 還有地下室 可以做工作室 地下室 我等一下看看它的地下室 你地下室去看過了嗎 等一下變見真章 你去看過了 剛剛嗎 等一下去看 反正我們就是第一次來 反正我們每個物件幾乎都是 突擊 突擊 來 看一下這個路有多寬呢 8米路 那我們門口其實可以停車 但是剛好鄰居已經停 鄰居停走了 他因為沒有人住了 所以就停在門口 小心喔老公 這裡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的面寬 面寬 其實還蠻寬的 1 2 3 4 5 5米大面寬 超過5米 它其實超過5米一點 對 它是有稍微整理啦 但是 以前整理的 對 這個我覺得有點多餘 對啊 不知道它以前是做什麼用途 可能要放架子 裝東西放架子 可能 就是一般一般的住家而已 然後它的冷氣主機 以前也是放在這裡 是的 整個都搬走了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 那個天花板 這邊是不是一個鐵捲門 因為我看到那個POPOP那個是什麼東西 那個 這個啊 POPOP 這個是那個板子 舊了 板子舊了 OK 好 那我們一進來的話 可以看到它的門 其實它已經用你遲遲了 所以你這個鐵捲門 等於是沒有用 對啊 我覺得那個鐵捲門 都遲一遲了 好 先來看吧 那地下室就從這邊 那我們等一下再去看 我們先看一樓 這個屋主好像有一點文藝氣息 對啊 它外面種花花草草 藤蔓類的 因為它的窗簾比較特別 很少藤到有 中式的 對 捲簾 我們看一下它的那個是嗎 陷入是舊的 舊的 因為它的屋齡喔 它是81年次的 32年屋齡 對 那我們看一下天花板 都是舊的 這個燈架看起來很復古 有點古色古香 包含屋頂也是 對 屋頂有點像那個小木屋的感覺 對 那這個到底是木板呢 還是真的木材呢 這是真的木板啊 真的木頭 真的嗎 是真的木頭 老公不要到時候被打臉喔 是真的木頭 好來 你站那邊 我站這邊 客廳 或者是營業廳 好就是這樣子 其實你看喔 這一片 門 這個可以拆嗎 如果做營業廳的話做成那個大玻璃 就要敲掉啊 因為它這個原來是鐵捲門 以前沒有這個啊 這是後來才氣磚氣上去的 喔好喔 好 那這個是那個類似氣密床 這是舊的 對 但是呢 我覺得還是很可用 可以用 如果也不介意就繼續用吧 喔 它是這樣子的 像是以前的火車 用的那一種 往上拉的窗戶 火車都是怎麼叫 都是 火車怎麼叫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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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的火車嗎 欸 第一次看到耶 好來 這邊呢 它是以前的冷氣孔 冷氣孔 開掉了 對 OK 那我們先進來囉 好 進來的話 它這個走道其實 有點浪費空間 那沒辦法啦 它的 很大耶 一進來就是 明對就是廁所 對 而且它的那個 這個都要換了啦 這個都舊了 就洗完澡之後對不對 shower 可以換掉 沒有這個換掉了 不一定要換這種 洗好之後呢 還可以泡澡 就進去泡澡 這個不錯 廁所大就是這樣子 這邊也浪費這邊可以做什麼洗衣機 放洗衣機啊 因為這邊沒有陽台 對沒有錯 我們看一下上面 OK高度還是蠻高的 對 這邊邊間 所以他有開窗 旁邊這裡有開窗 那我們看一下外面是什麼 老公 這個是屬於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我們可以出得去 那邊有一個門可以出去 我們等一下去看 再來呢這一間那是隔出來的 校清房也可以 差不多這麼大 那這一間呢 我覺得他這個以前不知道是什麼工作室 不曉得 然後地板已經有點掀起來 然後上面那個 燈啊 這個叫做馬賽克對不對 馬賽克燈 對不對 這個是貝殼燈 對真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屋主是 文藝氣息蠻紅的 來 你看窗戶是舊式的 以前我們小時候那種 而且這個 你看 不錯 復古的窗戶 對啊 你看 我想說你的人 我還看一下後面 復古的窗戶 還有那種 對 這個 老公這種的 40年前 才會有的窗戶 但這個屋齡沒有40年 他只是用復古的 對 去裝潢 OK 好 來這個走道呢 也有燈 雖然是邊間 但是我們邊間的窗戶幾格 一個而已 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等下我們過去看 看一下他的廚房很大 哇這邊空間你會怎麼使用 放 放那個冰箱啊 櫃櫃啊 之類的 我發現這個屋主他不喜歡燈光太亮了 對啊 你看上面 這是紅色的燈 對 他有天然氣 我也是喜歡那種昏黃的那一種溫暖系的那個燈 還有加那個強波器 但是 老公 我也喜歡昏黃的那一種的燈 但是太暗了啦 對 來看一下整片都有窗戶 你說還有加什麼 大面積的窗戶 對你說還有加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沒有這個是強波器 可是他 他拆掉了沒有 這一台要多少錢 這是免費的 就是電信公司免費的 來你過來幫我看一下這裡我可以做什麼 舊房冰箱啊 大冰箱 那種那個什麼 昨天說的那個叫什麼那個牌子 雙開的冰箱 櫥櫃啊 放一些櫥櫃 OK 這邊不適合做餐廳 我看一下這邊水藥會不會很小 還有氣泡 用沖的 OK 還有飲水汽 飲水汽 對 逆滲透飲水汽 還有逆滲透的 沒錯 逆滲透 他什麼是兩台我們只有一台而已 我們只有這一台而已 我們那個也有 是嗎 我們沒有原型那一個啊 因為我把他躲在這裡 我把他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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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好啦 來 那這一間是天然瓦斯的喔 我看一下是不是天然瓦斯 看一下 通風扇 這個是地下室的通風扇 天然瓦斯的 這一間是天然瓦斯的 OK 這邊出不去了 不行出去 對啊 被人家 那你鏡頭把他拍出去 就有人擋住了 這是我們的熱水器 天然氣流 熱水器 隔壁為什麼把我們擋住 還是我們自己擋住 應該是他們覺得沒有人住就把他放雜物擋住 OK 好 這樣就好 不要鎖上 學姊的 我們等一下再檢查 學姊的案件 對 小心一點 對要小心 不可以 讓他難坐 來走吧 老公你說看地下室對不對 那個大門口一進來的左手邊就是往地下室的方向 OK 來我們走進來看一下 哇塞 好 看起來就不像地下室嗎 就 看看吧 走吧 因為地下室走的那個樓梯都非常的促操 那個裝潢 那地下室到底是什麼 從一樓就可以知道地下室應該不會太差 等一下我看一下 而且都沒有那個味道什麼味道 目前還沒有 好等一下嘛不要急嘛 而且他那個什麼樓梯一寬很寬喔你看喔 喔他是那個什麼 自動的燈 好你看 我就說嘛這個屋主酷完這一種那個什麼 黃色系的 喔 哎呀 市廳耶 市廳市 好大一間 好大一間 老公 而且幾乎沒有什麼美味 老公 對啊 通風還好 還可以 對他這個就是剛剛我們那個 瓦斯爐旁邊的通風扇 還有 有我有聽到那個聲音 那個運轉的聲音 然後他的廁所看一下 他廁所還蠻大間的 可以做乾濕分離 而且 狀況很非常好 對 看一下他沒有什麼必然 對 我們看一下這個油漆有一陣子囉 沒有 這是新的 這是新的油漆喔 對所以我們也看不出來他 之前有沒有 那這 這裡這個可能 之前是擺櫃子 這個這個可能就要處理掉了 這個皮啊 之前是擺櫃子的空間 他移走 這都是塑膠地板 這些都是貼皮的 對都貼皮 你看得出來啊 他換掉了 對啊他還換掉了 我們看上面 空間 間距 沒有壓迫感 對啊 對不對 空間非常大 這間很大喔 大概有十幾坪 這應該是女主人的主臥室 這應該有十幾坪 這應該有十幾坪 第二個房間 我們剛剛是從這邊走下來的 我們走到這邊 這應該是他的小客廳吧 因為我看到沒有門啊 這是木板墻 可以拆 這都是木板墻 所以 所以以前都是開放空間 沒有隔間 好 這都是木板墻 這還有一個儲藏室 儲藏室中的儲藏室 老公派上面一下 來 這個儲藏室呢 就是我們剛剛是不是樓梯走下來對不對 空間 這個是實心的喔 來 這個呢就是格的 這個就是格的 木頭格間 OK好 來吧 還有一個房間 還有一個喔 對 這個是一個核室 真的是 很大 很大真的 核室 這等於就是一二樓了嘛 這種感覺啦 只是說地下室沒有窗戶 欸這間是到底是做什麼的 機房 什麼機房 你看他的線路 看起來這邊算是他的機房 你看電腦 主機 還有那個 手工站 那他到底是做什麼的 以前是做機房 做什麼機房 不曉得 管線都是從這邊進入 好 冷氣的主機在這邊 拆掉了 OK 好 其實這件不用什麼大整理就是地板 地板要換掉 這個貼皮要換掉 這個是真的木頭 這個是可以不用換 底下還有櫃子 對 真的 這個 底下還有應該可以放東西 對啊 你看 有沒有 OK 這個是一個門板 嗯 這裡有一塊門板 這個 我等一下再去洗手 不是 是這個 對啊 可以拿 可以拉起來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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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來吧 那這一層樓 下面都已經看過了 很大 他權狀 47 我看一下喔 等一下 懸狀是47坪沒有錯 那 屬建幾坪 47坪啊 該到門了 啊 屬建也是47坪 對啊 屬建35坪 喔 35坪 來這個燈在哪裡 好嗎 這裡吧 屬建35坪 好 屬 那 副屬呢 對 副屬是2.21 35 2.27 38 你看這個 一層樓大概20坪 你拍一下嘛 我現在手這個地下室這個樓梯很好走 大概一層樓大概20坪 對 一層樓大概20坪 這個 這個就是下面的那個 最外面那個有線路的那個房間 是剛好在旗樓的正起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 排風扇 我剛才看到 那個 排風扇在這邊 就是這一個 對 對 那我問你啊 你剛剛是怎麼開門的 是用鐵捲門呢 還是 B B喔 那我是不是 總開關關掉呢 不能關 總開關 好 那我去一個多塊 這邊有電視器 在運作 好 喔這個門我喜歡 喔就是的 OK 然後那個 對 這邊講一下 什麼事情 那就是一樓 我們地下室的廁所是 地下室的廁所 BR也是看不出來的 這邊也是看不出來的 都很乾淨 都很乾淨 所以 狀況如何 他以前有沒有伸漏腿 應該是 就算有也不嚴重 他雖然是重新油漆 但是他沒有看過 看到任何浮土的痕跡 所以他的物況 好持得還不錯 好 整體我們都已經關了喔 我們到附近的街景看一下 OK嗎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 這件 我們躲到這邊 這邊是陝西七街 你看 那條是什麼路 那個 陝西八街 不是 金賀家那一條 金賀家那 我看一下 我們來這邊 太原路 我們來這邊 太原路 所以這一個紅綠燈那邊是太原路 漢口上圈 這邊是主義漢口上圈 這邊算是八米路 可是因為兩側都有人停車 所以 開車的話 就要 稍微閃一下 那這條 那這條是什麼路 這一條喔 那個陝西路 陝西路 好 所以陝西路 跟太原路 太原路 交叉路口的點 對 那這邊有什麼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大概位置是在哪裡 漢口路 剛剛那個是漢口路 漢口路喔 對 這邊是陝西路 剛剛我哥 可是我剛剛看到是太原 喔比較遠 比較遠 我們是這一條才是漢口 OKOK 我們剛才看到 紅綠燈那邊就是漢口路 喔好 那這邊也是天津商圈 對 它是兩顆耶 兩顆小燕 對啊 而且你看喔 這一顆喔 這一顆商家顏色不一樣 對啊 我就說很特殊 老公我要拍一張 為什麼這個這一顆會上下長得不一樣呢 有人可以為我解謎嗎 嗯 很特別 對 一般我們看到的都是小燕蘭人啊 對 都是下面那一種的啦 我說錯了 反正就很少見到這樣建成式的 不一樣的耶老公 對 這邊都是豪宅囉 對啊 都好幾千萬 對 這個也是豪宅了 跪在哪裡 跪在土地 對 一平一百萬來看 不要開玩笑 這都是豪宅的 而且是什麼市價 農藥 農藥 農藥是家 不是啦 中藥是家啦 你把人家弄的 賣農藥也可以很有錢啊 那是以前 笑死我了 笑到流眼淚 這是透套吧 這一棟是透套 改來透套嗎還是建透套 新的 全新的 一樓是店面 一樓是店面 樓上是透套 你說 前面 什麼東西 老公 鋼鐵人 鋼鐵人的公寓 鋼鐵人的公寓 這就是你剛剛說的漢口路 泰原路再過去了 泰原路還要再直走 那這邊漢口當圈應該大家都不陌生 台中人 就算不是台中人應該 大部分人都知道 如果這一間有喜歡 趕快聯絡 我們的標題上面 都有我們的聯絡電話 呃 這間一千兩百六十萬 笑 不笑 他是地下室 如果他是一二樓我覺得便宜 可是如果他是地下室 說真的 他是他的一個 你說一千幾 一二六零看一下資料 等一下不是 你知道嗎 這間也要賣 三千多萬 對這個我們也有接啊 三千多 不知道賣掉了 還沒啦 不知道賣掉 有興趣也找我們 兩千 對啊他是那個一樓是那個夾娃娃機 不是這 不知道是夾娃機還是隔壁 忘記有點忘記 好久了 邊間對啦 這一間啦 好我們走進去吧 如果這間好不喜歡 因為他這個是地下室如果不喜歡的話 還是可以搜尋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物件數是最多的 中部最多 那你可以 搜尋看看有沒有其他你喜歡的物件 如果都不喜歡還是要繼續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們的頻道每天都會更新 每天都會上架 我們的物件數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帶你看變動物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也不怕你買後悔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第一大位檢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美化 你不要在家裡 輕輕鬆鬆的滑手機滑平板 看英雄TV的頻道就可以清楚明瞭知道這個是不是你要的房子 都不會淡氣 你知道嗎 一樓其實是健身房 對啊 鋼鐵人健身房 來 走吧 看一下 這邊也是那個什麼 公寓還是華夏 這是公寓 這都是舊式的 這都是30幾年 這有電梯 這是30幾年了 那是豪宅 豪宅 雙拼豪宅 這是新的豪宅 旁邊是舊的豪宅 這兩戶 不是它是一起的 它是兩個門牌號 兩個門牌號 它不是不同戶 因為它門長的不一樣 進來一點老公 等一下 我想到一件事了 我已經看到這台小車了 我們剛剛不是介紹一個 八坪的小透天嗎 邊間嗎 這個不行啦 這停不進去 這停不進去 完全不行 它這更小 對 就是Smart來 就是那個 我們公司 一聲哥 他開的那一台 OK 當然啦 如果你這件不喜歡的話 我們還有很多產品 你們上去搜尋一下 看一下我們今天拍的影片 還有以前歷來我們拍的影片 請訂閱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辛苦了 拜拜 拜拜